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日常养生课堂 有很多女孩子总会有痛经肚子疼的现象出现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三个最伤子宫的习惯 比吃冰淇淋更伤子宫 一 精气熬夜 现在熬夜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比修课了 但是精气熬夜不但会导致内分泌紊乱 影响子宫的代谢 而且精气熬夜还会影响第二天的心情 工作状态甚至出现神经衰退 二 睡觉蹬被子 大家都知道子宫是最怕凉的器官 如果大家在晚上不盖背的话 就会使寒气入体 长此以往就会严重影响子宫健康了 三 不注意尾声 尤其是月经期间 如果大家经常不清洗的话 就会给细菌和病毒机会 进而诱发更多的子宫问题 这三个习惯呢 大家一定要改正 保证女性经验 肺 大家应该都知道 它对我们的呼吸呢 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那肺一旦出现问题 对健康呢 就有很大的影响 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呢 两个保护肺部的穴位 首先呢 可以按一按 太白穴 太白穴呢 就在脚的内侧 第一植骨 小头 后下方的凹陷处 那这个穴位 为什么能够保护肺部呢 这是因为太白穴 在足太阴脾经上 而足太阴脾经呢 其实是经过肺部的 所以呢 通过按摩太白穴 可以帮助我们刺激到肺部 有很好的养肺 护肺的功效 那刺激这个穴位 可以呢 用食指稍微用力的 做圈状按摩 以微微感到酸胀痛为度 每天坚持按揉 三到五分钟就行 还有就是可以按摩取齿穴 取齿穴呢 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 就在胳膊稍微弯曲时 肘横纹尽头的凹陷处 那这个穴位可以呢 提升肺功能 按摩时可以呢 用大拇指用力的按 按的时候要保持五秒钟 然后呢再抬起来 这样反复按五十次就行 那取齿穴最大的作用呢 就是可以治疗 支气管炎 呼吸不畅 飞出血等症状 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 常按一按 还可以呢 帮助我们保养 有时候呢 我们总感觉呢 嗓子干痒而且 像是有痰 咳不出来 也咽不下去 其实啊 这些都是慢性咽咽的表现 那今天就给大家呢 推荐两个穴位 可以缓解呢 我们这种症状 首先呢 我们可以按揉呢 连拳穴 连拳穴呢 就在我们脖子上 然后啊 先找到猴结 然后呢 在猴结的上方 舌骨的上面凹陷中 当我们咽咽发作的时候呢 就可以啊 用大拇指来按揉这里 要轻轻的按揉 不要太重 大约呢 按揉一百次左右就行 能感觉到呢 有六微的酸胀即可 因为这个血位啊 有穴喉疏舌 消肿止痛 开窍除痰 轻果穴咽的作用 所以啊 长按一按这里呢 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 缓解咽咽的症状 要是感觉刚才那个方法呀 比较麻烦的话 还有一个呢 简单的方法 就是呢 可以按摩一下 我们这个左手的无名指尖 用右手的大拇指和指指呢 捏住左手的无名指 然后呢 用力的点按 每次啊 点按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就可以 因为这样点按 无名指尖呢 有很好的止痛 消炎的作用 而且呀 还很方便 随时随地呢 都可以做 一般呢 三到四天 就能够起到呢 缓解的作用 那除此之外呀 平时呢 我们还应该戒烟 戒酒 激辛辣的食物 这样呢 才能够呢 远离慢性奄言 俗话说 还从脚下挤 那老年人日常呢 在家里多做做护脚操 有助于呢 促进末端血液循环 增强身体免疫力 起到呢 保健的作用 拳击脚底 脚呢 是人体的保健养生特区 充分的开发这个特区的潜能 对预防某些疾病啊 有一定的益处 每晚睡前呢 用一根棒锤 轻轻的垂击脚心 每次五百下 使之产生酸麻热胀的 感觉 左右脚啊 各做一遍 也可以拳击脚底 端坐在床上 左脚呢 向里弯曲 平放在床上 用适当力度 积足底 每次五十到一百下 再换呢 右脚 左拳 以同样的方法操作 活动脚趾 那未尝功能脚弱的老人呢 不妨每天抽出一点时间 练习用二指和三指加东西 或者是坐卧 有意识的活动脚趾 持之以恒呢 未尝功能就会逐渐的增强 双脚踏车 睡前仰卧在床上 抬起双脚 模仿踏自行车的姿势 向上灯 持续两分钟 有助于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和代谢 能改善睡眠 如果觉得难 可以呀 单腿踏 转动脚踝 盘坐在床上 一只手握住脚踝 一只手呢 握住脚掌 然后呢 缓慢的转动 也可以坐在椅子上 脚尖着地 以脚踝为轴转动 一般每次左右 各转一百下 早晚各一次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